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德国的乌克兰人面临艰难的选择 留下还是回家 自我、恐惧和金钱 人工智能之火如何点燃 人民对抗票物巨头 航空旅行的饥饿游戏 CBC的市场调查备忘录 埃隆、马斯克是对的 对于X的批评者可以滚蛋 南海岸会有一个白色的圣诞节吗? 请大家收看 在德国的乌克兰人面临艰难的选择 留下还是回家 纽约时报 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 越来越多的乌克兰难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们应该回到乌克兰 那里的战斗远未结束 还是在德国等国家建立新生活 尽管乌克兰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财政和政治支持 但死亡和破坏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而且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支持会持续多久 德国对居住在该国的120万乌克兰难民 一直持开放态度 德国总理奥拉夫、孝尔茨 呼吁企业增加对乌克兰人的雇佣 然而 尽管有机会 目前只有大约20%的乌克兰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 德国的情况在整个欧洲都有所反映 许多乌克兰人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对于许多难民来说 最初的德国之旅将他们带到了柏林等大城市 但由于缺乏负担的起的住房 许多人被迫在难民中心生活长达一年 有些人能够找到工作 但其他人没有私人住址 就无法让孩子入学 自我、恐惧和金钱 人工智能之火如何点燃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深入探讨了硅谷对人工智能AI控制权的争夺战 文章讲述了谷歌、Facebook、微软等科技巨头 以及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和彼得 第二在AI技术开发方面的竞争 文章强调了这些科技领袖之间出现的激烈辩论和竞争 他们在探讨AI最终是对人类有益还是威胁的问题上苦苦挣扎 这场战斗的中心人物之一是由马斯克和珊姆 阿尔特曼共同创立的AI研究实验室OpenAI 近年来OpenAI一些创始人和员工对公司的发展方向 及其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提出了担忧 因此引发了争议 文章还探讨了围绕AI的伦理问题和监管在该行业中的作用 一些科技领袖认为应该对AI进行控制和监管 以防止潜在风险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让AI自由发展 以充分实现其潜在的好处 文章总结指出 对AI控制权的争夺战远未结束 技术的未来仍然不确定 人民对抗票物巨头 航空旅行的饥饿游戏 CBC的市场调查备忘录 加拿大CBC Ticketmaster面临无尿密定 5FU被发现杀死了患者 而不是治疗他们 一名58岁的安大略省居民 在接受了5FU的预筛查和清除后死亡 一些省份对可能导致5FU严重疾病或死亡的基因变异进行预筛查 但专家表示 这些测试可能给患者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根据消费者报告 电动汽车 I-Long 马斯克是对的 对于X的批评者可以滚蛋 英国每日电讯 I-Long 马斯克对主要企业抵制他现在拥有的推特的回应 引发了关于媒体所有权和企业对言论自由的影响的辩论 马斯克直言不讳地告诉这些公司去他们妈的自己 就受到了批评 但也有人认为他的回应可能是正确的 这次抵制被一些觉醒的公司视为道德标志 而马斯克的有争议的推文并不比平台上的许多用户更糟糕 此外 如果推特是一家电视台或报纸 广告商不应该决定编辑内容 尽管有争议 推特仍然是主导的实时新闻和评论平台 然而人们对马斯克能否扭转局面并使其盈利表示怀疑 抵制者可能行动过快 如果马斯克设法让推特继续运营也不足为奇 南海岸会有一个白色的圣诞节吗 雅虎 由于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温暖天气 南海岸今年可能无法迎来白色圣诞节 该地区上一次有白色圣诞节是在2009年 当时12月中旬的暴风雪带来了20英寸的积雪 根据老农民年鉴 波士顿今年有白色圣诞节的几率仅为20% 然而 Eckwilder预测波士顿在2024年初的降雪量将高于平均水平 可能达到38至44英寸 强制融资如何让一些汽车经销商赚更多的钱 加拿大CBC 一些加拿大汽车经销商被指控使用一种叫做强制融资的策略 来在每笔销售中赚更多的钱 这种做法包括经销商拒绝接受想要直接购买汽车的顾客的现金支付 而是坚持要求进行融资购买 通过设立贷款 经销商可以从贷款人那里获得用金 但现金购买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非盈利组织Car Health Canada的执行董事 Sherry Primate表示 用金的数额根据融资金额和贷款利率的不同 可以在每辆车500加元 398美元到2000加元之间 尽管强制融资是汽车行业长期以来的做法 但在加拿大持续存在的车辆短缺问题中变得更加普遍 这种短缺是由于疫情引起的供应链问题所导致的 经销商正试图在每辆车上最大化利润 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来销售给其他顾客 第三方候选人退出墨西哥2024年总统竞选 下一位领导人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美联社 墨西哥新来昂州州长塞尼尔 加西亚将不参加该国2024年总统竞选 加西亚在竞选中的支持率一直低于10% 几乎没有可能获胜 他的退出使得只有执政党Morena和反对派联盟的两位女性候选人仍在竞选中 虽然加西亚所在的小党公民运动仍有可能提名男性候选人 但他的离开表明该党将很难找到有威望的候选人 11月份下雨了 那么格尔尼诺现象发生了什么 澳洲ABC 最近澳大利亚的大雨引发了一些人对气象局对格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准确性的质疑 沃尔尼诺现象通常会给该国带来更炎热和干燥的天气 然而气象局的气候服务国家经理卡尔布拉甘扎表示 在沃尔尼诺事件期间出现大雨并不罕见 历史上一半的沃尔尼诺事件都在11月底或12月初左右出现了相当大的降雨事件 布拉甘扎还表示 尽管气象局的长期预测预测整个春季会干燥 但也预测了一些湿润的天气 UFC奥斯汀、贝内尔、达里乌什对阵阿曼、扎鲁基扬 特纳对格林领衔强大的格斗之夜卡片 雅虎 轻量级前十名选手贝内尔、达里乌什和阿尔曼、扎鲁基扬 将在周六的UFC奥斯汀比赛中担任主角 达里乌什希望从最近的势力中反弹回来 而扎鲁基扬则有望在获胜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复赛事将由贾林、特纳和鲍比、格林在轻量级比赛中对决 前英量级冠军迪维森、菲格雷多将与经验丰富的罗布、芬特对战 而前女子除量级冠军米莎、泰特将担任预赛的主角 保守党敦促苏纳克废除反气车主义者的零排放投票 英国每日电讯 超过40名保守党议员和贵族致信财政大臣Rishi Sunak 敦促他放弃在周一进行的投票 以批准对电动汽车实施反消费者和反气车主义者的零排放配额 该法案要求制造商从明年开始销售的汽车中有22%为电动汽车 并在2030年达到80% 尽管Sunak决定将计划中禁止销售汽油车的时间推迟到2035年 但该法案仍然保留 议员们警告称 该法案可能会在工党的支持下通过 将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电动汽车过度可能需要比拜登政府希望的时间更长 原因如下 雅虎 美国政府希望到2030年时 新车销售的一半是电动车 但由于从定价到充电基础设施等各种障碍 实现这一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本周早些时候 超过3000家汽车经销商要求白宫减缓其电动车目标 SpaceX Starship Rocket The decision comes after a recent explosion during a test flight of the rocket Walmart stated that they are suspending advertising until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cident is complete and they can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ir customers 雅虎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已暂停在i-lon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前身为Twitter上的广告投放 原因是马斯克支持了一篇反犹太主义的帖子 沃尔玛是最新一家暂停在X上投放广告的大公司 之前已有迪士尼、IBM和苹果等公司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华纳兄弟等公司也已从该平台撤下了他们的广告 据报道 这场争议可能会使X在2023年底之前损失75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和深入分析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乌克兰人面临的艰难选择 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 让许多乌克兰难民面临回国还是留在德国等国的难题 德国对乌克兰人一直持开放态度 但就业机会却不多 这也反映了整个欧洲的情况 让许多乌克兰人面临了困境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们需要权衡自己的未来和家庭的利益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的发展 硅谷的科技巨头们正在竞相争夺人工智能的控制权 他们对于AI对人类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辩论 有些人主张应该对AI进行监管 以防止潜在的风险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让AI自由发展 这是一场激烈的战争 未来的技术发展仍然不确定 在加拿大 票务巨头Ticketmaster面临着对其售票行为 以及对票价的影响的审查 汽车经销商则被指责 使用一种叫做强制融资的策略来赚更多的钱 这些都是消费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权益 埃隆 马斯克的推特之争引发了关于媒体所有权和言论自由的辩论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忽视他在科技行业的贡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他的创新精神表示敬佩 在气候方面 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大雨让人对气象局的预测产生了质疑 不过我们不能忽视厄尼诺事件期间出现大雨的历史记录 我们应该对气候变化保持警觉 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体育 UFC奥斯汀比赛将是一场精彩的格斗之夜 我们可以期待有一些精彩的对决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简报的内容和分析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讯息和观点 现在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